歡迎大家又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的節目 中西人民精神一直在討論的都是關於自由的問題 之前我們一直在介紹關於自由的概念 現在是講西方文化的關於自由的觀念 看看在不同的時期,自由的觀念其實是講哪一種意思的自由呢? 哪一個層次的自由呢? 之前講過古希臘主要是講一種內在的自由 去到中世紀時期,基督教所講的就是意志自由 所謂自由意志 這個自由意志 仍然跟我們近代所講的自由權利的觀念不同 這個自由意志的觀念屬於宗教的一種個人的意思 所以仍然跟自由權利的意思有些不同 我們現在再繼續講到近代 講到近代文化裡面,關於自由的意思 在西方近代自由觀念裡面 很多時候就是講理性、科學這方面的自由精神 這一方面的自由的意思 我們現在先看看近代文化裡面 在西方近代文化裡面 關於科學相關的自由精神 先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講到西方近代自由的觀念 其實都是由中古時期基督教的自由意志的意思來的 意思也是從那裡來的 近代西方的自由精神 其實在哪裏表現呢 我們發現都會在這個所謂的宗教改革 那裏見到的 即是在這個宗教改革 是什麼宗教改革呢 我們見到就是反對中世紀教會的一個宗教運動 這個 這個運動裡面 我們就看到有一種自由精神在裏面 而這個宗教改革的自由精神的講法 是比較著重個人的良心的 而另外一方面 這個自由精神除了在宗教改革那裏見到之外 我們亦都在這個文藝復興那裏見到 近代西方文化的文藝復興的過程裏面 我們是見到這個自由精神 即是說我們在宗教以外的其他各方面的人民範疇裏面 我們其實是特別見到一些尊重自然 尊重個性這種自由精神 所以這個我們由文藝復興去到啟蒙運動 這個西方文化的發展裏面 我們見到是很尊重人自己具有理性 這個看法的 即是很著重人自己有理性 這種看法 人是根據理性去研究自然 這個是根據理性 不是根據神學 跟中世紀時期的根據是有點不同的 是根據理性去研究自然 發展出我們這些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興起 最初其實都是要研究自然的 怎樣研究自然呢 就是要追求認識自然界裏面的一些不變的秩序 即是說 近代科學最初他們是追求什麼的呢 最初他們都是研究大自然的 不過問題是他們追求的是自然界裏面的一些不變的秩序 他們嘗試找在自然界裏面 在自然界裏面很多變化 但在變化裏面嘗試找出一些不變的秩序出來 他們用什麼方法呢 很多時候就是用一些數理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數理的方法 作為了解這個秩序的鎖匙 通過數理的方法去找出這個大自然的秩序 所以很多時候呢 近代科學呢 就是用這些數理的方法去表示自然的秩序 用數理的方法去代表自然的秩序 所以這個數理的方法去代表著一種必然性 就是一種自然 一種不變的秩序 就是用這種公式來表現出來的 那麼這個近代科學 最初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要找這些不變的秩序 然後表達成為一種數理的公式 那麼所以其實呢 近代科學家最初呢 其實一路都是相信這個大自然 是有一個必然的秩序 是有必然秩序 跟著我們就找回它出來 這樣解釋 發現回它出來 這樣解釋 這個大自然本身是有一個必然的秩序在裏面的 那麼其實這個中古時期基督教呢 就是相信上帝 就是根據他自己的意志 創造出這個世界 和這個世界的秩序的 這個呢 這個世界的秩序是怎樣來呢 或者這個自然世界的秩序是怎樣來呢 那麼 由這個中古基督教的文化發展出來呢 就是相信 上帝呢 創造世界的時候呢 也都創造出這個世界的秩序 但是 基督教的說法呢 就是 除了認為這個世界有秩序 而這個秩序是上帝創造出來之外呢 他也都會說 上帝其實是隨時可以製造出一些 不遵守這個自然秩序的事件的 那麼這些呢 就叫做奇蹟了 其實所謂奇蹟呢 就是一些事件 它呢 那個發展呢 是呢 不跟從這個自然的秩序的 就是原本事物應該跟從自然這個秩序 不變這樣來去 不變的秩序來去發生 但是有些事件呢 是不跟從這個秩序的 那麼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叫這些事件呢 叫做奇蹟了 那麼所以呢 基督教呢 除了講上帝創造這個世界 創造這個世界的秩序之外 也都可以 製造出一些所謂奇蹟了 就是一些不跟從這些自然秩序的事件 有些這樣的奇蹟 那麼 這個是中古時期的 講法 這個是根據宗教 基督教的講法 但是到了近代的科學呢 就是近代科學的觀念 很多時候都慢慢發展出來 那麼所以呢 最初期呢 他都仍然是相信 這個自然世界呢 是有一個必然的秩序 這種呢 就是由這個 中古基督教上帝 建立這個世界秩序的時候呢 那個觀念發展出來 他仍然相信這個世界 這個自然 是有一個必然的秩序 那麼所以呢 科學家呢 都是要追求這個必然的秩序 這樣呢 所以呢 他們的想法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跟基督教不同呢 就是他們的想法 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否定這個奇蹟的可能 就是呢 他們主要就是講這個世界有必然秩序 跟著呢 所有事物都是根據這個必然秩序去發展 那麼跟基督教呢 另外再講一種 所謂奇蹟的說法不同了 那麼他呢 近代的科學呢 是慢慢呢 是否定奇蹟的可能性 盡量呢 盡量呢 用這個自然的秩序 來去解釋了這些 一些事件 認為並非奇蹟 這樣 好 那麼另外呢 近代也都發展出了所謂理神論 理神論就是主張上帝創造了世界 以及創造了這個秩序之後呢 就不再干涉這個世界了 這個神學理論裏面呢 有一排的說法是這樣的 這個叫做理神論 就是認為這個呢 上帝呢 他創造了這個世界 同時也創造了這個世界的秩序 但是他創造完就算了 就不會在後來呢 繼續呢 插著腳上去呢 來干預這個世界 那麼以後呢 就不會再干涉這個世界了 任由這個世界跟隨著這個秩序 而去變化 那麼所以呢 這個理神論的說法呢 上帝創造了世界之後呢 其實呢 就沒有 再沒有所謂奇蹟的了 這個 那麼 又或者 也都有所謂 凡神論的說法 另外還有一些凡神論的說法 那麼凡神論的說法呢 就是認為 神即是自然 神即是自然 又或者 我們叫做自然主義者 這個 認為這個自然呢 是自有的 那麼所以自然呢 是由一個自己的必然秩序 就是自然 就是自然 自然就是本來在這裏 也就是神 自然就好像神那樣 本來就在這裏 自然就等同於神 所以這個呢 自然本來在這裏 自然就有自己的必然秩序 在這個說法裏面呢 就沒有另外一個 自然以外的神去創造奇蹟 所以這個說法裏面呢 亦都沒有所謂 奇蹟的出現 那麼 這些 無論理晨論好 凡神論好 他們呢 都認為呢 不需要講這個奇蹟 這個自然世界 是沒有所謂奇蹟的 那麼 跟這個近代科學 之前一路追求 認為這個自然世界 是有必然秩序 這個信念呢 是相近的 那麼 所以呢 這些呢 亦都是所謂這個叫做 講一個叫做 必然的概念 必然的概念 這樣呢 這個 這樣的發展 近代科學 那個 必然的概念 裏面呢 慢慢發展出來 就是將中古時期 基督教裏面 上帝的自由性呢 就消減了 上帝沒有那麼自由了 因為以前中古時 基督教的說法呢 上帝呢 是可以 創造奇蹟 創造奇蹟呢 就變成 沒有那麼必然的了 這個很多東西呢 沒有那個必然性 因為上帝可以有奇蹟 這個 但是現在這個 近代科學的說法呢 講這個必然的 秩序 講必然的秩序呢 變成呢 就將上帝的自由性呢 消減了 但是 在消減上帝的自由性的同時呢 科學呢 亦都可以改造自然 科學本身的 科學研究本身呢 他認為是能夠改造自然 那麼變成呢 就增加了 人對自然的一種自由性 這個啊 這個啊 即是 人呢 可以通過 掌握這個自然的必然秩序之後呢 來到去改變這個自然 所以變成 人對自然呢 那個自由性 增加了 上帝就不能夠那麼容易 創造奇蹟 反為上帝 對自然的自由度呢 就減低了 這個啊 所以這個呢 由中世紀 發展到這個近代文化 這樣這個呢 我們見到這種自由度呢 這個呢 所謂一增一減的底下呢 人的自由呢 是被重視多了 人的自由呢 是被重視多了 人的良心判斷的自由 或者理性活動的自由 都被尊重多了 但是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講理性自由 這個人的理性自由 被尊重之後呢 最先表現在科學之中的呢 就是認識自然的必然性 這裏 這個 我們剛才剛講到的就是所謂 人的自由被重視多了 人的理性自由被尊重了 當人的理性自由被尊重了之後 這個理性自由 運用在科學裏面 表現在科學裏面 他們去追求的就是這個所謂的自然的必然性 自然的一種呢 必然的秩序 這種追求自然的必然性 也都可以說是一種機械性 這種必然性呢 其實呢 帶有其中某種的不自由性在裏面 因為它是必然的嘛 即是發現這個必然的秩序的時候呢 正正裏面呢 就一定要跟著這個必然秩序來發展 在這裏面呢 就有一種不自由性 所以呢 為何說在這裏面呢 上帝的自由度減少了呢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 最著名的凡神論哲學家 這個詩賓諾沙的講法裏面呢 他就是近代哲學家裏面呢 最早講這個必然的自然 就是神的一種哲學家的講法 這個 即是詩賓諾沙呢 最早講這個凡神論 這個所謂必然的自然 就是神啦 所以詩賓諾沙呢 就很重視對這個必然的自然的認識 所以他自己都非常著重的講法 就是這個人的理性 要追求的什麼呢 就是這種所謂必然的自然 必然的自然 認識這個自然的必然性 即是呢 我們講人的精神自由 我們怎樣才可以達到這個精神自由呢 就一定要認識這個自然的必然性 那麼呢 由此可見 這個自然 和它這個相反的概念 就是這個所謂必然性這個概念 必然性這個概念呢 就是沒有自由的 所以這個自由 和這個必然性 和它這個相反的概念 自由和這個相反的概念 很多時候就是互相依賴的 在這個文化的發展裏面呢 我們發現它很多時候呢 就是互相依賴的 其實 在這個近代科學家裏面呢 對於這個必然的自然 這個這樣的看法呢 它那個精神 它那個精神呢 其實呢 剛才呢 就說 剛才呢 剛才也有提過 這個 就是由這個 中世紀時期 紀錄教的 一種 自由精神 那裡呢 慢慢轉化過來 其實都不單止是這樣 這種 這個呢 所謂必然自然 其實這種看法 它最根本的精神呢 我們甚至可以說呢 是由古希臘的 伯拉圖 阿里斯特特 阿斯特科學派 那裡呢 發展出來了 這個呢 即追溯遠遠 可以去到啊 古希臘 這個啊 這個啊 因為古希臘的哲學家呢 很多時候呢 已經認為 這個自然呢 是有這個必然性 這個啊 只是 古希臘的哲學家 所用的概念是不同 近代的智學家 很多時就是用數理的觀念 古一列的智學家 未必是用數理的觀念 他們認為自然有必然性 不過他們用的觀念可能是 水、火、其他不同的觀念 空氣等等 其他不同的觀念 近代的智學家 很多時就用數理觀念 對講自然的必然性 而這個所謂自由思想的科學家 近代的所謂科學家 所講的自由 很多時追求的 就是想由成見迷信解放出來 實現真理 令到一些可能的知識 變成現實 很多時我們所講 所謂科學家的自由精神 科學家的自由精神 他們所講的自由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科學家的自由精神 是指甚麼自由呢 他們的自由很多時候 就是想在這個成見 在這個迷信裏面解放出來 去找到一些真理 令到一些原本可能的知識 可以實現出來的 不可以被抹殺的 這種叫做自由 即是近代科學家的自由精神 古希臘的巴拉圖 阿里斯多特 他們的精神 其實是沒有甚麼不同 都是一種 著重一種所謂內在的自由 而不是追求所謂的自由權利 即是我們近代文化裏面 講自由 最喜歡講的自由權利 那種意思 即如果我們這樣對看科學家的自由精神 的時候 這種自由精神 仍然是這種所謂內在的自由 而未曾講到這個所謂自由權利 這種這樣的意思 自由權利 這個近代的意思 至於近代人追求用科學來去改造自然 人有改造自然的自由 講到人的文化 用科學來改造自然 這個就不是這個近代科學 初期的事 而是後來發展出來的事 所以這個要改造自然 這種這樣的說法 就不是很代表到近代文化最初的精神 這個是後來發展出來的一種精神 這個 好了 這樣呢 講 這裡也介紹了 剛剛介紹了這個 西方文化裏面的一個關於科學 近代文化裏面 關於科學的一種自由的精神 好了 現在呢 也都介紹一些 接下來呢 我也會介紹一些 關於這個自由權利的一些不同的說法 其實近代文化裏面 講自由 很多時候都會講到一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講這個 所謂自由權利的意思 講自由權利的意思 這個自由權利的意思 就是近代西方自由理論裏面的一些 很著名的說法 現在呢 都會介紹一下一些近代西方自由理論裏面的一些不同形態的說法 這個 現在首先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英國的說法 英國型的自由理論 關於英國的知學家 他怎樣去講這個自由的理論呢 在近代西方文化裏面 我們看回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 最先講的自由呢 很多時候就是這個 民族國家獨立的自由 是追求這個民族國家的自由 就是西方文化的發展裏面 這個 最先所講的自由呢 很多時候就是這個 所謂民族國家的自由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民族 慢慢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國家 就是這個所謂民族國家的自由 然後呢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之後 就逐漸出現各種追求政治上 或者經濟上 個人自由權利上面的一些運動 就是慢慢開始 最初就是講這個民族國家自由 跟著開始慢慢出現其他政治的自由 經濟的自由等等 個人權利自由等等 慢慢有不同的自由權利運動 跟著呢 就出現各種自由權利的口號 思想 慢慢出現了 跟著呢 才因為各種利害關係 不同的歷史事實 比如不同的侵略 殖民地等等 社會狀況 逼迫出一些自由權利的思想 令到這個自由權利的運動 口號和思想呢 就由英國、法國開始 傳到全世界 在文化史上呢 就是這樣慢慢發展出來的 這些所謂自由權利的理論 理論是這樣慢慢發展出來的 才由一些事實 跟著一些口號 跟著一些思想慢慢發展出來的 這個 這樣呢 講歷史事實 那些就很長篇 也都不是我們很擅長 所以這個呢 現在呢 就暫時不講歷史事實的問題 現在只是集中講一下 西方近代幾種自由理論的形態 我們專門講理論先 先講這個自由理論的形態 看看這些自由理論的說法 這個是之前我們所講的 這麼多層的自由的意思裏面 這個理論是屬於哪一層的自由的說法呢 我們可以試一下去看看 看看這些自由權利 或者這些自由理論 他們的說法有沒有些什麼缺點呢 裡面有沒有些說法有問題呢 我們嘗試去看看 好了 這個近代西方的自由理論 我們一般來說 一開始講很多時候都是講英國的洛克 這個 那洛克呢 他就講這個 容忍異己的政治理論 那他的政治理論的基礎呢 就是來自他的經驗主義 知識論 和他的哲學裡面 講一些個人自我的說法 因為他的哲學理論 講這個個人自我 是一個獨立實體 這個獨立實體呢 就是 演變成為他這個 後來政治理論的一個基礎 那還有就是 這個當然也很出名的 就是這個 他的 倫理學的講法 就是講這個 快樂 就是善 增加快樂 就是增加這個善 增加痛苦 就是惡 這個就是 在他的經驗主義裡面 慢慢發展出來的 倫理學 也是形容到 在他的政治理論裡面 這個 好了 那現在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洛克的經驗主義 知識論 那些這樣的 怎麼講到 這個所謂 容忍異己的政治理論 這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諾克的經驗主義 知識論呢 很多時候就是 講這個 一人呢 講人呢 一切的知識 都是呢 來自 接受外面的經驗的 那這個 就是 諾克的經驗主義 諾克呢 是 經驗主義的 主要人物 那這個 這個 諾克的經驗主義 正正就是 講人的知識 怎麼來呢 就是來自 外面的經驗的 那所以 人呢 其實呢 是根據自己的經驗 來去判斷 外面的世界的 那 那既然 每個人 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 來去判斷 外面的世界 那 所以呢 人的判斷呢 很多時候 就不能夠 是必然的 因爲 只是根據自己的經驗 那 所以這個呢 這個 人的判斷呢 只能夠是 概然的 不是必然的 這個 那 所以呢 人呢 是不應該 輕易 自己的判斷呢 是絕對的 那 所以 最後他的結論呢 就是認為 因爲人呢 那個 自己的判斷 不是絕對 所以我們呢 就要 不可以 那麽輕易 就說自己 對 自己是絕對 一定要容忍 不同的意見 這樣 那麽 那麽 所以呢 他的政治理論呢 有個容忍而己的講法 就是這個呢 由這個經驗主義那裡 發展出來的 那 一個個人呢 是一個實體 那麽 那麽 我們多前 他講的那個哲學呢 講的個人自我呢 是一個獨立的實體來的 那 每個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實體 那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實體 那麽所以呢 所以一切人都是人格平等 所以應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財產 那些私有財產是有法律的保障 有法律保障的自然權利 這裏由個人的實體 由個人的實體講出來 先講由個人實體講到 每個人是一個實體的時候 所以每個人的人格都平等 每個人都人格平等的時候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私有財產 和他們的私有財產得到法律的保障 這裏由個人實體的意思慢慢發展出來 另外還有倫理學 倫理學剛才講過 講善惡 講善惡的觀念 亦都發展出權利的概念 這裏我們還有不同的講法 我們由這裏留下一次講 下次就繼續跟大家講下 關於英國這方面 自由理論的形態是怎樣的呢 今天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